我們黨南投縣長候選許淑華在地深耕多年 這次黨內初選民調勝出 如願挑戰縣長大位 對手也是南投出身的在地女將蔡培惠 她長期投入家鄭災窮建 組織農村陣線 被小英總統嚴覽為民獎不分區內委 這一次被徵召挑戰縣長拼勁十足 博士出身的她 緊咬的是許淑華的論文抄襲 兩位女力大對決 來看看我們的專題報導 許淑華論文抄襲 我對我的論文會非常的有信心 許淑華的論文就是抄襲 覺得民眾也看夠了 首先你第一張抄襲率百分之五十二 第二張抄襲率百分之七十一 博士出身的蔡培惠 僅咬許淑華論文抄襲 在學論會審查還沒出爐前 一抓到機會夢攻到底 研究報告研究架構一模一樣 這不是抄襲什麼才是抄襲 我們可以理解他們現在呢 想要用我來抓交替 如果抄襲就承認 如果不抄襲就像林志堅一樣出來辯護 成為了一個政治的提款機 我也希望這件事情學校能夠趕快進行審查 林志堅的論文退選案 戰火燒到南投 許淑華猛挨門棍苦熬了兩個月 逢甲大學終於審查出爐 他的確是有違反學術倫理 但是呢他的程度沒有到重大到足以要撤銷學位 論文的原創性是屬於我的 我只希望這件事情到這裡正式落幕就好 對 逢甲大學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論文風波告一段落 許淑華保住學位 但仍涉及不當引用 不過鄉親支持者似乎不在意 謝謝啦 鄧小弟 再當3 2 1 許淑華 放不算 許淑華男黨鄉親熱情直接抱住他 自然親民的互動就像老朋友 南投市出身的他2002年成為南投縣議員 2005年當選南投市長 2015年投入立委補選連任兩屆 但挑戰縣長一直是他的目標 這次初選民調勝出如願登記 許淑華在地生根多年 不過這回碰到的對手 也是南投出身的在地女將 我是蔡培惠 我是南投人 我說菜頭粿不是我愛吃而已 是因為我爭得恰恰 認真打拼 蔡培惠出身南投魚池鄉農村 因921老家全會 決定回家鄉投入賃災重建 2008年組織台灣農村陣線 在大埔農戶事件中成為矚目焦點 2015年被蔡英文總統 延攬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 2020年立委連任落敗後 接任行政院中部辦公室執行長 這次捲土重來挑戰南投縣長 平靜十足 我要把我南投的光榮再找回來 我要找回南投的榮耀 謝謝蔡培惠 加油 蔡培惠 加油 謝謝 謝謝蔡修華 崩嵐 南投四大人口鄉鎮 草屯南投泛蘭 竹山埔里清綠 蔡培惠想翻盤積極拉攏 五黨鄉鎮支持 許淑華持續穩固藍莊基地 為年底選舉全力奮戰